这个前NCC委员呢 那么因为昨天有四个NCC委员任期届满 因此呢 前委员林立林和王维京 他们也选在任期的最后一天 发表了公开的声明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他们看到了台湾走向了正美集团化 电视新闻报道不公 过度的政治立场化 新闻频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成为了台湾的民主危机 他们也认为呢 这新闻台呢 是仰赖着业配置入 而政府的标案 也形成了台湾的正美共生集团 透过了政治与媒体的影响力 除了借着土地开发牟利 也介入了政府的人事政策 侵蚀了台湾民主还有社会的正义 成为了民主的重大威胁啊 哇 这话讲的真的是直地有声啊 但蓝营就质疑了 不管是媒体换照审查 过去不都是由这些NCC委员来决定的吗 那当他们有权利的时候 怎么没有阻止呢 好 先前就传出像是静电视的审兆案呢 也爆出说是不是有党政高层的介入 而绿媒违规入主了中佳 这一些案子到现在 NCC委员的任期都已经借满了 可是也还没有完成事故 那争议的案件到现在为什么都还没有解决 还没有查清楚呢 那么现在才要来为正媒共产乱象感到忧心 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所以谢龙介就说了 就如这个王维京还有林立云所说的 正媒集团化呢是民主最大的障碍 但这是他们在NCC委员的任内所为 现在再来放马后炮 然后呢他叫做人来才扫地啊 人去才监察 他认为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吧 好那么事实上这两个人在过去 有一点点的争议 因为呢在过去他们是由苏贞昌所清定的委员 而2020年呢中天新闻台这个换照案的期间呢 也曾经被质疑过说 因为他们两位呢过去反媒体垄断 的立场非常的鲜明 恐怕对中天的换照案已经有新症 应该要在这个审理换照案的时候 来立意回避 而当时NCC怎么说呢 说没有具体的市政 认为这两个人执行职务会有偏颇 因此依法就不需要回避 但最后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 好所以呢这个中原大学的 这个国际长潘兆明就说了 他说这两位前委员的立场就是胜率 中天新闻台在这两位的任内被关掉 明明做坏人的居然说别人是打手让人傻眼 而现任的立委翁晓离已经也当过NCC的委员 他说两个人忧心媒体的政治化 但是换照审查公开资料都是由NCC委员决定的 为何有权利的时候不做呢 民进党执政下的NCC唯一做的事情 似乎就是关掉了中天新闻台 而事实上绿媒的状况是比中天严重的 但是却完全没有处理令人不解 他也说真该问问这两个人是否有后悔把中天给撤照呢 好我们就像这个谢龙介所讲的 是不是看起来好像叫做人来踩扫地 然后人走了才要去监察 现在这样说还有意义吗 立委你怎么看 这两位委员呢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百分之百的同意台湾呢 的确是已经形成了非常畸形的正媒共生 而这个正媒共生呢 跟过去在威权的时刻的所谓的党政军一体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的正媒共生 他们为什么要跟当权者勾结在一起 是为了徒利吗 是为了赚钱 就像这两位委员讲的啊 还不是经营电视台赚钱 而是炒地皮的暴力 所以呢 这背后的官商勾结 然后呢 一味的护航当权者 甚至于帮当权者撒谎 造谣 带风向 抹黑 栽赃对手 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这二三十年来 可以说是列行斑斑 那么这么深厚的一个正媒共生勾结的结构 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他们在担任NCC委员任内 早就应该目睹了 看到了整个最丑恶的现象 甚至于还把大刀砍向中天 因为政治不正确 所以杀鸡儆猴 秋后算账 就这样活生生的强害新闻自由 只要你敢跟当权者站在一起 像我刚刚说的 你敢当当权者的喉舌 当当权者的东厂 那你就像进电视一样 可以一路帮你开绿灯 好啦 那你现在讲了大实话之后 第一个 这已经不再是因为在野党的立委 对于民进党的不满了 这是民进党御用的NCC委员 自己说了大实话 那这是不够的 临去秋波马后炮算什么 你只不过会换来世人对你的不齿跟善效而已 其实这两位委员 第一个应该对过去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站出来 甚至于你应该要跟这些人割席的 你应该宁可委员不做 也不跟人家同流合污才对 但那个时刻你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 那你就要告诉大家 你为什么你是忍辱偷生呢 还是你现在发现你的老板已经离开了 你没有未来的前途了呢 你想要投靠新的老板呢 还是你过去被威胁利诱了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进一步的把话说得更清楚 为过去向大家道歉 为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 你所指控的哪一个不是非常严重的民主毒瘤 指出具体事证 告诉大家你们所经历的具体的整个的过程 公诸于世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立法院现在有了调查权听证会了 请这两位大委员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来作证 告诉大家在你们担任委员的任内 是怎么样目睹的来自于政府高层直接把手伸进NCC的 是怎么下指导旗的 是怎么施压的 是怎么跟那些绿媒勾结在一起的 是怎么样叫你们像我刚刚说的去迫害中天 然后去扶植进电视的 把这些事情通通摊在阳光下告诉大家 那我觉得将功赎罪 这才是一个告诉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你们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 要彻底的切割 彻底的悔改 那就是把你们亲身尽力的 你们所参与的 你们所看到的公诸于世 这才是真正的正办 否则的话这样算什么呢 所以在野党那个林国成委员可以赶快跟这两个NCC委员联系 不能就这样子 这算什么 犯个马后炮 这没有说那你指控就是事实 我们指控就不是事实嘛 把证据拿出来 当做证人 一一跟全世界跟全台湾说清楚 连行政院都笑你们 连卓榮泰都笑这两个委员 都说那你们过去不是都参与很深吗 那过去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不是都是你们就是当事人参与其中吗 连卓榮泰都跟你们两个切割 因为你们以前当的是苏贞昌的打手 因为你们以前帮的是蔡英文为室 所以赖清德觉得跟他没有关系 卓榮泰觉得说你们喂虎作仓 那两只老虎你们自己去咬 狗咬狗一嘴毛 所以我奉劝这两名NCC委员 我也建议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在野党的委员 把这两位大委员请来 请他们出来 把他们所指的这一一的罪状 作为人证物证公诸于世 这才是正范 字幕字幕由标准u 法言 是 它